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時間差不多,那我們就開始吧 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陳柏穎 陳柏穎看起來對這個戲比我更熟悉 所以我讓他自己自我介紹一下 各位,大家好,我是青大數學系第19集 蘇生班演成在青大念數學系 然後現在在第5片數學博士班20集的陳柏穎 很高興看到大家 今天我主要講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稍微講我的世界海洋遺跡 我個人認為我面前在蘇生班所待 在美國就讀數學博士班的優缺點海洋遺跡 為什麼我之後會想要,未來想要從事經營遺跡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主要的部分 就是我在修你們教做Avolution Training的課程 然後我會稍微以比較數學的方式去 獲得知學的方式去解釋這個 final project你在做什麼 那最後的部分我會帶來比較快 就是假設如果你是一個 跟我一樣是一個 之後未來想要從事Treechd 或者其他P信 然後想要從事Quantive Search 那要準備的面試 大概有需要拿一些準備工作 好,那首先呢 我我有一個Link Tree 所以如果大家想跟著說 我可以掃這個Link Tree的領景 那有一些我的YouTube頻道 還有一些無個人網站 大家可以參考 那我叫陳博穎 然後我的代名詞是He and His 對,然後大家可以叫我哥穎 對,就是多人家叫我 或者街叫我Bory或者Paul 那為什麼是Paul呢 因為很不幸的 我在每次輸入我的英文名字的時候 他以為我那個硬是MiddleNet 所以他們就說HiPaul 所以每個店員都叫我Paul 所以很不幸的 我後來每個都叫我Paul 因為我同學都叫我Paul 那所以這是我的Link Team 那我是二年級的 社系的Duke PhD 學生 那我做的領域主要是 跟隨機局跟理論 apply on這個finance有關係的 那其中特別聚招在這個 所謂的Icon portfolio 那有興趣的人在Q&A的時候 大概在告訴我 想要可以在同一間世界觀 Icon portfolio是什麼 然後我是去一九級二二級 然後也很感謝當時鄭紹老師 有給我這個機會 讓我在IOH當中獎 所以如果你在網路上搜尋 強大數據的時候 可以看到我 我花在一個小時 大概的時間去解解一些 我數學系的一些心得 好 好 好 那麼你的PhD 數學PhD有什麼優點呢 第一個就是 基本上是全能獎金 你會給付錢 所以基本上 你有獎金 你不用繳學費 所以我會非常感謝 Duke的大學部學生 還有Master的 他們養 他們用繳這些兩位的學費 來讓我生存 對對對 那還有呢 就是我們每個禮拜 會有Tea Time 還有Free Food 你可以去拿 對 那這個呢 可以幫助你一餐 接受人 大概一餐 大概15到20塊美金的這個價格 對 所以基本上 這個吃的部分 你可以不用需要特別擔心 那 特別呢 PhD in MAP 又有什麼優點呢 簡單 Festful Time 你現在可以看到我這邊 就說我做數學PG 不是做實驗的化學PG 啊 不是在 例如說 念EC 電機 或DataSign 等等那些需要做實驗的 所以我變成黑友 再次Festful Time 來台灣 來辦一個影片 也是感謝我現在念Street PhD 呃 當然也不是很不幸運 反正就知道我們每個禮拜 可能還是要跟 是否叫做密集 他只是用這種的方式做進行 然後呢 以及 我覺得我們系上的同學 都還蠻友善跟 跟真誠的 對 這個 你可能在其他系 有些比較多立地糾葛的情況 對加固定是 尤其是有派系 就是別的系上層 一定會正確的 對 然後 有另外一個 在美國的優點是什麼 他們是有 MineGender Equality 跟LGED Equality Friendly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 前面有講 為什麼 為什麼我要放這個東西 放這個東西的原因 是因為 我原本不想放這個東西 但是 我有一天在這個 C上的 這個查貨上面 它有擺了一頁的A缸子 然後告訴你說 Why do you pronounce 就是為什麼要用Dance 要Dance Dance 然後這樣列起來 所以他簡單來說 就告訴你說 你最好在演講的當下 他就講你的Prennance 比較好 對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去看每個教授的性別 上面也會有Prennance 他們還蠻注重這種性別的 的 的 的議題的 然後 LGED Equality 就是 例如說 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例如說 你在外面 他就有貼一個彩虹 LGED Equality 的 Restaurant 或者有些人 如果他本身 這個 這個 他可能是一個 呃 這個名字叫什麼 我忘記了 嗯 非二元性別的 他可能會自己畫一個 這個上面來講 是自己是非二元性別 就是 我覺得這個地方 台灣跟美國 是差非常多的 然後還有 以及你的 Academic Speaking 和 Writing 都會經過你 因為你有時候要上一天英文課 對 那這個的確在幫助 呃 幫助我 在 在 講英文 或者英文型 那個 聽力的部分 這個經過許多 對 那 不信的 有缺點 當然就也有缺點 那我把你講下缺點好了 那 第一點點就是呢 呃 他錢給你 可是給你不夠的 所以基本上 你 你沒辦法花錢買奢侈品 就是假設 假設 假設你跟我說 例如說你也說 你可以是因為會買Apple Vision Pro 可以聽說是不可能的 對 沒有想買Apple Vision Pro 對 然後呢 第二個是如果 作為對有些人是好處 對他來說就是缺點 呃 是怎麼意思呢 就是你的工作跟你的生活 會變得非常稀碎 也就是據說可能 禮拜三樓 那我沒什麼視頻 可能會完全休息 那你也可能剛好 假設你跟別人同學 玩完作業 哦 玩作完啊 我想要研究一個點子 啊我來做一點研究吧 或者可能 啊 我突然有個作業想到寫 就趕快寫寫吧 所以你的生活跟那個賴度 會是非常零碎 雜碎 不是雜碎 非常零碎的部分 所以這個 這個不一定不一定 每個人都喜歡 然後呢 PT Math呢 就是 Tough Courses 因為我們首先遇到 Qualify課程 他Qualify課程的話 這個課程基本上 呃 呃 不然問一下好了 呃 你有沒有覺得大學部 最難的課程是 呃 最難的課程 有很難的課程 哦 那你覺得最難的課程是什麼 我嗎 對啊 好 那舉起我們例子來說 有可能某人覺得最難的課程是 PB凡數 那這個大概可能 上課程度可能 比複線還要快 你可以把它想證 你一個學習 大概要修 二到三個 一邊成績難度的課程 然後 你不一定會過 因為 因為他如果要保持你的 那個Quality 就是確認你是不是能夠 所以基本上 他會有個高標準在 所以你有可能就 整個 你可能滿滿意識的 然後 然後 再來呢 就是 這是我一個朋友的一個經驗 就是他 首先他 幫老闆算了幾分 算了 算了開心 就是因為 然後他這個經驗算完之後 就可以出配合 歐哥 歐哥 就講了 我這個Fallpoint 有放在那個 那個 演講上面有個 零解 就可以直接零解 看我的這個Fallpoint 講完 就是有一個人幫 我朋友幫老闆 算了幾分 然後這個幾分 算出來之後 就可以出配合 然後他算了 他算了 兩個月到三個月 算不出來 然後整個事情等不出來 然後呢 這個 那 我看一下老闆 這點零碼 好了 我會學一下老闆這個零碼 然後看一下這個 拍照成本上怎麼做 然後他過來看了 大概一兩分鐘 看老闆這個零碼 是錯的 所以他就 這個兩三個月的 這個就 就整個 對我來說就是 這兩三個月的work 可能會沒什麼用 對 所以這個就很悲慘 就是 你可能做很久很久很久 你就 你就失敗 對對對 在美國的話 就是 第一個 就是 交通很方便 就是 假設你啊 我要來 我要來吃東西 我要來買 買東西 然後 就 可以測試到15分鐘 所以 講了一點點沒有車 大概就 就等於幾乎沒有講 你要把那個 生活 然後呢 夜晚是 比較不安全的 在上area 所以要小心一點 就是 例如說有人車子被偷 他有人車子被偷 然後車子被開 開到遠的地方 然後他以為他扣大碼 因為車子裡面有大碼 結果後來發現 小偷 小偷在他車裡面扣完 他以為很棒 如果說要扣大碼 所以他還被冤枉一下 然後他有人就是 那個車子 那個 門窗被敲 對 然後他 就是有一個比較早的例子 就是 有人換你一直遲到 然後換他換說 你一直遲到 因為他那個 下午便起見 對 所以 有些area 不是這麼安全 尤其是 你在個人的時候 你個人 要單走在外面 是 非常危險的事情 對 所以請不要這麼做 還有一個 比較政治的議題 你們自己可以去查一下 以色列跟巴赫斯坦的事情 還有抗爭 這個 北卡的學校 在做抗爭的事情 那 你們可以去關注一下 這件事情 的 為什麼會有這個抗爭 還有這個抗爭 美國警方做什麼事情 那這邊我不多做評論 對 因為這邊是公開場合 打掉還是入府禁區 好吧 沒關係 好 那我們繼續 好 那我們就來講 為什麼我唸反應訓練的書 好 首先我俯修經濟 所以我本身對經濟是蠻有興趣的 所以我喜歡研究一些 複雜的東西 研究經濟的行為 但是我修完個體跟總理經濟 所以我跟賽斯坦發現 他這個限制太多了 所以我就 後來就沒有經濟走下去了 那 後來走走走走走 去念數學 我講說念數學PHD 結果 後來發言的事情 就是新聞提到 做數學是一個很lonely的事情 這個lonely 是什麼一件事情 好 我們也對大家講 你開心我突然研究 耶 好了 我終於做數學研究了 就有發言整個你知道的教授 或者是四五個方式的分享 對 因為像這一屆裡面 做 做跟機率有關的 這一屆裡面 只有五個 對 還有可能 跟做機率有關的 加起來可能是四個還五個 所以你 然後可能每個裡面做的東西 都很不一樣 所以你很難去分享 你做研究的樂趣 然後呢 這個呢 我這句話 結錄這某個youtube 就是你可以去看這個youtube PHD有這個零件 你可以點上去 他就會告訴你說 為什麼他覺得 做數學是一件很多不一件事情 那 第二件事情就是 在存活的這些PHD student 我的存活是 沒有被qualified 或者沒有自己quit掉 因為我目前 有一個人是quit掉 一個人是休學 應該會有可能會quit掉 所以在沒有quit掉的人的情況之下 我去這個網站上 Duke的網站上的統計 有一半的 Duke的學生 畢業是總業界 是總學界 所以呢 你可以這麼說 你在去Duke念 至少你Duke 你的數學博士班 這件事 你不一定是要朝學界的目標為前進 這個大家放心 對 然後 剛剛有請問提到 我想要解一些 這個complex segment life phenomenon 對 我想要解這些問題 對 然後 第二個原因就是 我內心被 我內心被 負債上的魔法法 叫貪婪之物 所以我變個個性 變得貪婪的 所以我想要做賺你錢 所以這也是另外一個原因 讓我想要走 安全修理證實 好 好 那 接下來快速講完之後 那我們來解析一下 這個final project 這個final project 是 我在修 這個 MAP85 這個是 Internet Agreason Trading 這個是由 DBA教授所授課的 那 他也是一個 在 3PHE念 彈術級 然後畢業完之後 後來走 業界的一個 一個 厲害的人 然後開了這個課程 然後我們就 於是做 這個final project 然後我把這個final project 部分結果這樣做出來 那我們使用的是 quanconnet quanconnet 它是一個 就是Live Trading Platform 就是它是一個 可以讓你 線上做交易平台 接下來來說呢 就是 如果你想要做一個 自動化神奇交易 你可以馬上去註冊一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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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一些 backcast note Live Trading Note 給你付錢 然後 然後 如果你知道怎麼做 你就可以利用這個quanconnet的平台 去做交易 你就可以成為一個正式的交易 這個是一邊上來 但是 但是 至於賺的兩錢是你家事 對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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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platform它 它 它 支援 和 Python 對 那 確定是沒有 Mainlab 對 對 對 Mainlab 熟人 sorry 這個 你看 然後 然後 它的缺點是不能結合 假設 因為Mainlab的 矩增計算很快 假設我想用Mainlab的這個平台計算 然後 來去做個 然後 沒有辦法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也是它的缺點 對 然後 我沒有錢 所以我沒有大欄水贏過 但是 我裡面有用Paper 拿Money來試了這樣子 好 那 那 這個是我們的team 那 這個是 這個 它是做序號處理的 然後 這個是做統計 配飾統計的 這個是 我同學 它是做什麼的 做Fluis的 這個是大學部的 然後 這個是 我大學的時候的照片 對 然後 我們五個人 總共有六個team 然後 六個team 我們每個人 當然是請我做一個報告 然後 然後 老師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做完這個報告呢 然後 我們把每個人的quadget都 鎖帳號 因為他要怕有人修改 然後 等到六個人之後 我再做一次back text 看一下大家的performance 然後 然後 我們就很開心 有贏到 我們拿到hise return 就是sharp ratio 對 那 這個 最可惜的地方就是 好處就是 因為我們這樣子 所以老師有給了 我們每個人 每個人一百元美金的獎勵 對 那 這個不太好的地方就是 因為很可惜 沒有場當贊助合作 因為他 因為他這學期的Evolution Trading 有Optivor 這個這家公司 有贊助合作 所以付出他們的獎金更高 對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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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惜 如果我剩下一集修的話 可能 對 可能 如果效果要好 一定可能就回來報告 因為可能就 拿這些錢 賺這些錢 脫修去了 對對對 那 要注意看這個時間點 還蠻近的 你看我從12月14 去年是12月10到5月10號 所以是個蠻近的一個 SS結果 OK 然後 在六個group裡面 可能是更高的 Returnal Shop Ratio 然後我們也還蠻自豪的是因為 因為 這個是 原本 這個是個Master Program的 有些Master Program的 地球生 所以 有些人進這個Master Program 他是未來就是想要從事金融業的 所以等於說 我們利用 等於說 我們打敗了幾個 就是 呃 是真的未來有業界去從事 金融業的 那幾個Master的 學生們 所以這件事還蠻自豪的 對 好 那這邊我會首先會先講一些 這個 我們這個Final Project的Motivation 還有 我會講一些Background Background 會稍微簡單的介紹 從 我在假設大家不知道 肥力的轉換 在 在 Signal Process裡面的想法是什麼 然後慢慢帶大家 介紹一個 就叫Straught Voyager Tune from Space 的Sinkler Squeeze 然後再介紹一個Model 因為這兩個Model 是我們會用到的 然後以及 我來警戒一下 Strategy跟 最後的這個 Performance Outline 好 那 首先來警戒一下 這個所謂的Dressual Equation 我們 我們知道 Dressual Equation 這個ST是股價 這個BSD股價 它可以寫什麼 它 它可以寫成 如果我把ST 除過去 也就是說股價的 百分變動率 股價的百分變動率 分成什麼 平一吋 Mu層上DT 再加上 一個 一個所謂的 電動向 這個Sigma層上DT 這個DT 這個DT 是個Brownian Motion 所以呢 所以呢 底下有很多的Literature 就是告訴你 在Under這個 Ratual Equation 的情況之下 那我怎麼去推倒 歐次選擇選擇價格 每次選擇選擇價格 或者以及 我到底要做怎樣的 iH 來讓我們的成長 是去平穩的 但很可惜的是 現實當中的 這個Brownian Motion 波動不是Constant 所以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 去複製這個Brownian Motion 那 那 那Brownian Motion 到底有哪些特徵 那第一個特徵 叫做Intraday Sinality Intraday Sinality 就是所謂的 它有一天的波動 簡單來說 為什麼 就是 因為一開始 9點開盤 然後3點半 你閉盤 那一開始在開盤的時候 會有一個比較奇怪的 其他就叫做Big S Grid 也就是說 你在買股票的時候 是怎麼買股票 就是 買家會出一個 會排隊 排隊 可能買家會出一個 我最 最低 最高月一 我想想 是最低還是最高 蛤 買家 買家 就 病人 對 病人 所以就是最 最高月一買的價格 跟賣家是最低月一買的價格 然後呢 這個最低跟最高的 這個賣的價格 中間會有一個 中間這個X是由 由這個 這個 那個叫什麼 就是中間的人 然後去取 取得這些手續費 然後剛開始中間會有一個 叫大的Gap 然後慢慢這個Gap 會慢慢縮小 所以呢 或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 所以你去看這個 所以你去看這個 爆料體力的時候 一開始的 開盤的時候的 爆料體力會高 然後慢慢的爆料體力會 慢慢的比較低 這個情況 所以就是intraday的 那第一個叫做 regime change regime change 我假設一個 我假設很暴力的 直接拆開是哪個 一個是高爆料體力 還是低爆料體力 那會不會在高爆料體力 會有機會很少在高爆料體力 往下馬上往它掉 但是它在高爆料體力 也會幾天之後 就往下掉低爆料體力 然後在低爆料體力 大概到幾天的時候 就退到高爆料體力 然後 我參考了以下這兩篇的配合 大家可以在後面回去看 那所以我們 Git the Caligary is of Alt30 所以我們構造了兩個model 一個是 這個所謂的 用訊號處理的 Sink of Squish 第二個City的Model 那 我現在稍微講 這樣做出事情 好 第一個事情是 我們首先 我們首先對這個 未來的時候 的Valt30 我先對它取了Log 那為什麼要取Log 你可以不取Log 但是我們取Log的原因 是因為 我們再去看這個序列的時候 我們後來發現 它這個City的 肉眼看起來比較明顯 所以我們就取Log 然後我們取Log 首先會經過一個Trend Trend的model 那Trend的model 這邊這邊 是不是就不是我們這次的重點 我簡單來說 我們在這邊會有一個 Trend的model 把Trend去估計出來 那 財務最簡單就是用 SimpleMoney Average 那 但我們不是用這種 我們是用別的訊號處理的方式 是去做這個 把Trend的 那Trend的意調 那Trend的意調照 再來就是有City跟Noise的部分 那經典性的部分 剛剛有提到 Trend的周期 那 實際上 我再經過這個 Trend的時候 我就去拿 大概 三個周期的部分 我大概先畫個圖 我先畫這個圖 你到時候會看到 就是 假設我最後在這個平面上面 我之後會介紹這個圖 簡單來說 它在這個圖上面 這個 所謂的Time Fiquancy Replication 然後這個大概是一天的周期 然後兩天的周期 三天的周期 然後我們大概會取這幾個周期 三個周期的部分 然後去Construct 那 這個City我後來會講 那 那我們最後是拿 Noise 來當作 NC的VoE-TIT 因為我們認為 這個Noise部分 有辦法去刻畫 所謂的VoE-TIT 不正常的現象 所以我們 抓它來當作 我們的圈包 好 好 所以我們來簡介介紹一下 什麼叫Fore-Rage-Pone 好 因為我怕大家不熟悉 Fore-Rage-Pone 那我們 假設你的Data 這個Data是來自於某個 時間序列的一個課本 那你橫走是你的天數 中軸是你的 這個 這個星星的大小 所以你會發現 你用肉圍看來看 它就有個周期星嘛 那這個時候 Question就會問你說 那我到底要怎麼去刻畫周期呢 所以呢 你今天來說 對它做個負率的轉換 那你對它做個負率的轉換之後 那橫走就是它的Frequency 中軸就是它的強度 好我最後會講這強度是怎麼刻畫的 那然後 你覺得它在29天 到24天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個大的 強大的一個賽孔 所以這就是Fore-Rage-Transpone厲害的地方 就是 我要怎麼去刻畫這個 擺盪的周期 就可以用Fore-Rage-Transpone的方式去刻畫 好 那Fore-Rage-Transpone簡單來說 呃就是 我假設 這個一個F 它是一個L2跟L1的函數 二十幾分跟一次幾分都是 finite 這是為了精進的需求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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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 我想要自己選這個訊號 那 這個訊號的 這個Fore-Rage-Transpone就是 我在一個Omega 當我帶進一個Omega 所以 Omega是帶1好了 我想要看一周期的時候 它的強度是多少 它的強度就是 這個F 這個函數跟這個 Disponential of 2pi Omega-T 做 做 內積的 激分 然後我就用這個方式去刻畫 所以我這個強度越強 代表說 它這個FoP 越接近所謂的 Disponential of 2pi T 這個 就是這個函數 那細節大家可以去看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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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細節影片 對 對 好 那麼 那麼 可是 剛剛有請問提到嗎 Fore-Rage-Transpone是個 很好刻畫的方式 可是 你會發現 時間的資訊不見了 我只知道 這一個訊號裡面 它有29 day cycle 有24 day cycle 可是 我們拿到 KT的訊號 是大概長這個樣子 所以它可能有些部分 震得比較厲害 有些部分震得比較厲害 所以我要怎麼去 刻畫這個部分 那所以 我就是要對它做所謂的 就是 有實現的特化 就是對它做 shortime version 那shortime version 的部分資源是什麼呢 呃 我先給一個 我先給一個函數 它的基分是1 然後呢 這個基分是1之後 你就想說 把這個 這個 這個函數 把它當成一個 這個照相好了 所以我現在F這個函數 跟 我把這個 H這個函數 移到T 這個T的時間點 我都要拍照 拍照 所以呢 你的函數的訊號就被我這個窗 在T部分做截斷了 我做截斷完之後 我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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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你就可以得到在 某一個時間點T 在某個時間點 在某個頻率 Omega 它的強度大概是多少 所以這個就是 就是卡的這個 shortime version 好 目前大家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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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所以呢 你會得到一個 得到一個grade 你的很總是時間 你的重總是一個 是一個頻率 那你的這個 我要舉個刻畫呢 我就是 做完shortime version 之後去畫絕約值 所以我大概 可以得到某一個 經驗模 就評論它的強度是多少 由於因為你這個是 complex variable 所以 所以我們要知道 它的強度就是要掛絕對值 好 那我們去畫完絕對值之後 然後 我們就拿這個 你的顏色的強跟弱 來代表說 這個訊號的 訊號的強跟弱 這樣子 就是這個 這個頻率的強跟弱 好 那它其中一個application 也就是 我個人很喜歡的一個application 就是 detection of slicing of the big speedrun 就是 大到speedrun 就是我想要在 玩遊戲 越快 越快的時間 越過關 我就可以拿到這個 時間越短越好 那有一個 遊戲叫做 Super Mario 64 就是一個很老的一個遊戲 那 那 那什麼叫thricing呢 thricing就是 有些人說 宣稱說 嘿嘿 我拿到世界紀錄了 你也知道有些人 就是可能會 說謊 所以為了要證明他不說謊 每個人都會 要上傳一個影片 跟 跟 聲音還有甚至是 他這個手勢所做的動作 那 那 可是呢 有人很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還是會造假 他怎麼造假呢 就是 我首先先錄一段 呃 我先 因為你表現會有好快嗎 我可能假設 我就 我就 我就玩第一次 好 錄到這邊就停了 然後呢 好 我就 隔幾天 隔幾天 然後玩第二次 然後我直接去這個畫面 然後 利用剪接軟體 把它拼在一起 然後你就會以為 他是從頭到尾玩這個遊戲 對 那這個叫spice 那你就會說 蛤 那這樣怎麼辦呢 我要怎麼去 然後就想到一個很聰明的方式 因為它會有聲音 所以我對這個聲音直接 防禦軟體 然後就發布 那 因為 在錄音的這個機制的關係 你永遠永遠都可以聽到 它有個60Hz的 也就是每分 每秒 欸 是不是 每秒60 就是頻率的這個聲音 由於它這個錄音的這個原理 然後呢 你就會發現一個事情 他這個 這個呢 這個YouTube 他這個告訴你說 他在這個 1分26秒 10毫秒 跟1分26秒 30毫秒之間 然後發現 這個 這邊有一個空 所以表示 不可能發生 因為你從頭到尾 如果你試在錄影的話 你這個60Hz的Pose 應該會出現 所以 啊 所以他就發現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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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就發現他是假的之後 就 就 就 那後來他發現 他大概有 10幾個地方 有這個spicing的現象 那就是 多分 所以 所以 這是其中一個 application 這樣子 所以 就是 對 就是 那這個部分是 不過聽說 有人用很厲害的方式 就是 就是 去避免掉這個spicing 對 就是 一三個一三個 有人就是 不知道要用什麼招式 然後又可以讓他提醒 然後所以有人用其他的方式去 去 去做個政策 對 就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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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他有一個作弊 對 所以 這是其中一個 這是很常用的一個 一個 去檢測別人有沒有 有沒有做 spicing的 方法 他就是直接 go for shortime for your short song 去看他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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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reportation 好 那麼我們 基本上是 根基於 這個 shortime for your short song 那他會有 這個所謂的 shortime for your short song base的 c4squish short song 那這個c4squish的技巧 是有 訊號主理的 一個 還有一些 有一個學生 吳浩天教授 他現在在NYU 他所發明的 一套方法 那他做的方法是什麼 先不要看這個詩子 他做的方法是 剛剛講過嘛 前面很總是看 後面是frequency 那這個 這個的 黑色 就代表了他的強度嘛 那 那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這個 我照 我人工照的這個訊號 奇怪 他怎麼看起來粗粗的 對不對 那這邊 對應到了一個 就是所謂的 heiser uncertainty principle 他就是告訴你 一件事情是什麼 可以直接上告訴你說 因為我這邊會 開一個窗函數 去製造 所以你開一個窗函數的 情況下 你例如說 你的窗戶越大 我就 我這個時間的資訊 就會越窄 就例如說 我想要告訴你 一秒的時間 它可能有 2Hz 可是它可能會因為 你開窗戶比較大的關係 而這個 而這個 時間的部分有失真 那同樣的 同樣的關係 所以 就算你出入開窗小 的話 你的frequency的資訊 也會失真 所以 會導致 你會發現 你這兩邊 你這兩邊的 負差數的積分 會大於 那所以 你會導致這件事情 它的這個 時間軸的部分 也有失真 縱軸的部分 也有一些失真 但失真的話怎麼辦 失真部分來講 我就是捏起來 把這個 不正確的分配到 Squiz的部分 把它傳過來 所以呢 我經過這個 Squiz的時候 就很完美的去 刻畫它的樣子 而我原本這個 這個 人工製造的這個 波它的 這個frequency 也是長這個樣子 對 那 那它怎麼去製造呢 所以首先 我這邊 就有一個 APA是它的 這個frequency level 然後我在 frequency的部分 再去 我在frequency的部分 再造一個充彈組 我在frequency的部分 再造一個充彈組 然後 對它做這個 對它做 在它frequency上做幾分 那這個做幾分 它是 這個 那它這邊 就有一個reassignment method 它就是 當如果你的 當如果 因為我是要對它做reassignment 所以我是針對著 有亮度的地方 就是 需要在frequency的貢獻有值的地方 它做reassignment 所以這個reassignment 如果它不等於0的話 它就reassignment 這個 那至於為什麼這個 那 這個 就是 假設我是一個 cos2 這個函數 我這個reassignment 去做出來 就是我可以去capture到 1Hz的 1Hz的 這個 這個頻率 然後 我其他地方大概就是 無窮 無窮 富不窮 因為我要讓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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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當我這個frequency 這樣做完之後 再做 Average完之後 我就得到一個新的 更精密的 這個 就是所謂的 我G這個函數 要滿足什麼 當我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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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pha 手鍵到0之後 它會手鍵到 delta delta intitution sense 如果沒有修過史變的人 你就把它想著做 它會 跑到一個 它會接近 它會一個 越來越接近這樣的函數 這個是0點 它越來越會接近 這個函數就對了 對,如果沒有修過史變換,你就會這樣想,它會越來越進這個按作 它每個積分都是1,但是它會其他用都是0,然後慢慢的越來越往0去收 然後再0點的部分會跑到這無窮大 對,這個部分,那所以簡單來說就是我越考,我這個一次項的部分 越能夠correcting修正,我就越給它越重的群眾 所以這個就是修在4月寸衝這一次的這個Synthos Reason 好,那所以剛剛就有提到,經過這個所謂的assignment修正之後呢 我可以得到這個正確的,不能說正確,更精準的這個time frequency representation 對,然後,那接下來我講一下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接下來我們拿到這個log ball 鐵鐵之後 我就會對它有些事件,就要做這個shortline version或base的syncosquiz 那所以你可能,你可能看出來的大概是這個樣子 呃,舉個例子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中間可能會有一些,點點的,這些可能是noise造成的 那我們做什麼事情呢? 呃,這邊沒有在PEG顯示的東西 那我們要怎麼去製造這個所謂的,呃,把seasonality去做reconstruct呢? 首先,首先,我先去抓這個線 那你要抓這個線是什麼? 你就是做一個optimization problem 就是你去optimize 因為它這個量度有絕對值嗎? 我去optimize 我去optimize這個 每一個亮點相加起來 可是我不希望它移動太多 所以如果它這邊相差太多的話,我會給一個懲罰項 所以呢,我去optimize這個之後呢 那裡頭上我就可以抓到這個curve 然後我們把這個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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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周圍再移掉 然後再,再拿第二個,第二個,第二個周期 然後移掉再拿第三個周期 所以我們是用這個方法 來去做,來去對這個time frequency representation 去extract它的這個,的time frequency,extract這個,這個,這個所謂的周期 那你會想說我extract完之後,那轉半,那我會做reconstruction 那這邊我沒有..我無意不擺的太直騎對不對 怕別人這個..他是密洩漏 對,所以就是.. 這邊會有一個reconsole 所以它就是針對這個附近一個小小地方做積分 你做完這個積分之後,pullback回來 你就可以去製造所謂的剛剛講的這個 Seasonality Seasonality 的這個大概為三個週期的 那實證上是用三因為我們發現通常 我看那個 local activity 的時候 大概這個 time-rich reputation 大概只有三條線而已 所以如果你在拿多更多條線 第一個你可能會拿到詐訊 第二個是 第二個事情是 因為你這樣拿大概 例如說 有時候可能更高 但可能拿到 例如說三到五個 trading dates 那你再拿更多的這個 也不是三到五的確定也想做 是可能說 hourly resolution 就是你平時會用到 可是你平時在高抓起來 我們可能都不小心把詐訊給抓出來 所以我們決定只抓前三條線 然後做 reconstruction 這樣 所以這就是我們針對 local activity 然後做 reconstruction 出來 postradue SSC 的大概的方向 那我抓完這個方向之後 那再來第二個 第二個要介紹的是 Gaussian Mixion Model的 T.Mark Model 那這個做什麼事情呢 簡單來說就是 我們想像的一件事情 我們假設 local activity 有兩個 state 一個叫 low state 一個叫 high state low state 就代表它 local activity 是小的 那 high state 代表它的 state 已經 high 然後我 假設我抓好這個零道提起 high index 然後呢 當然你們可以通級這個假設 那 那 因為我們為了簡單解析 而且 project 只有一個月 所以我們當然要做更複雜的 我們就假設 under 或者在這個 hidden state 的情況之下 它滿足 normal 所以我們要 paramfic estimate 是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 假設這個 initial distribution Initial distribution 就是這個 這個所謂的 一開始的 low state 跟 high state 的 對於我們前面假設它是 它是服從一個 一個 macro model 所以這個舉證會跟 T 無關 那你大概也可以抨擊這一點 就是為什麼 Habbit跟時間有關 那所以這也是我們之後 model會想做 extension 的部分 然後最後一個 就是要估計 就是在 就是所謂的 你 mu 跟 sigma 平方 mu 跟 sigma 平方之下 它的這個 這個 這個 density 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呢 對啊 我們知道這個東西是要幹嘛 所以我們無標是什麼 那你說我刻完這無標是什麼 我當然就是要 在我給定 因為我給定這個 low state 在給定完之後呢 我 再固定這些 pi ab 這些 parameters 的時候 我要去算 它這個 density 這個的 density 是多少 那這個 density 很不幸的 這個也不是很不幸 它需要用到一個 LV 叫 forward backward 簡單來說 就是 要算一個東西 alva 算一個data 一個東西 然後它就是有前往後算 有一個是有後往前算 所以叫 forward backward algorithms 那細節部分 大家可以去看 圍基板比如或者 paper 這邊不做 不做細講 因為這個 要再講 就會變成 一個 lecture 的事情了 然後呢 這個 用得還不夠 它這個 這個我們要去 因為我們要幹嘛 我們要去找 maximize 我們要找 parameter 讓它這個 maximize 那我們要去 maximize 那它會用到這個 所謂的 dw algorithm 或者它這邊所謂的 另外一個大朋友 叫做 em algorithm 那這個 em algorithm 那這個 em algorithm 也 我這邊有附連結 大家可以去看這些 people 這些 people 會有告訴我們 要怎麼做這個 em algorithm 反正位 就是我那個時候 就是說 數學有一次的 熟習的發育 就是又很常識 馬股最近來做 睡眠的偵測 那我們 我們這個 這個 state 它是一個 observe 是一個 design 那我們畫的 那我們畫一整個 詞加列印就這個 所以我 抱歉我真的沒有辦法 花太多時間講這個 因為這個 這個 你去看的話 這邊 paper大概 這20幾頁吧 所以我沒有辦法 花太多時間去 去告訴大家 怎麼去算 但是簡直 就是 pypen套件解決這問題 所以 幫助我們 直接輸入比較好 可是很不適的 simple script 沒有pypen套件 所以那個部分 是大部分我們首課的 好 所以呢 在 overall這個細節 overall這個細節 就是 我想要 預測 這個low state 還是high state 這個low state 和high state 有分別這個分布 然後我用這個 這個 這個所謂的 transition matrix 對 然後 更多細節的話 你們可以去看 這邊 這邊 paper 還有 這個pypen有告訴你 一些細節的東西 好 好 那接下來就講 share your overview 蛤 share your overview 我們是拿什麼 我們是拿spy 呃 呃 要怎麼去刻畫 WOWTLT 的計算方式 因為 呃 我們是拿 這個所謂的 SV 呃 我們是要去測 這個大盤的WOWTLT 我們要去測 這個大盤的WOWTLT 所以我們是拿這個spy spy spy是最終smp500的一個 一個 一個指數 然後我們拿這個 1160個小時的training hours 然後我們拿完之後 又做什麼幹嘛 然後我們 首先把它轉換成這個 固定的這個window 然後把它轉換成這個 realizedWOWTLT 轉換成realizedWOWTLT之後 然後再利用剛剛的這個single squeeze的技巧 然後再拆 然後我們截取這個 截取Noise的部分 然後我們覺得這個Noise 如果太大的話 就是會有不正常的事情發生 呃 Noise 發覺的指定 對 然後呢 我們再利用原本的這個Logboard 的貼體 最好他做一個Model 那 那我們會有分幾種情況 就是 好 假設呢 假設呢 我發覺一次事情 它是在 Highboard 呃 就是 就是剛剛講前面 我們有去 這個 呃 Lens的20小時的 這個 這個 這個空態 假設我發覺它在 Highboard 它在 Highboard 的意思就是說 好 假設這個 在某個 呃 例如說70空態 以上 然後已經有 我發覺說 欸我發覺它是 High State 結果呢 我可以當Model 告訴我說我 我Carbete of Living 是大於50的話 那我就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說 它有很高的 它在高的部分 有一點 有一點太高了 它有 往下衝的這個跡象 那往下衝的跡象 那往下衝的跡象是 要怎麼辦 那所以 我就要去 我就會覺得這個 Volity會往下降 那所以我就去 弄這個SBXY 因為SBXY是 反追蹤這個 Volity的體格指標 那 意思也可以 所以就有分這十個Case 然後我們怎麼做 Liquid Data 就是 當如果我們在 70空態度做這件事情 當它降到65空態度的時候 我就 Liquid Data 當它135空態度 然後滿足哪些條件的時候 然後我開始有做 Long or Short的時候 我再拉回來到45空態度的時候 然後再去做 Exit 所以我們就是做這個事情 對 那 做完這個事情之後 這個就是總結 對 總結大家就自己去 稍微看一下 對 然後 呃 我們要講的事情是 我們 我們會有一些 Risk Management Strategies 還有一些 更複雜的 因為 你不可能保證 你的確定是百分之百成功的 所以你要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 我要設定一個風險機制 來去避免說 然後假殺 這裡慢一直 然後我在某個地方去止順 所以有 大概有 我們大概設好 三度四種 這個 Skill Management的 procrastination 那這邊就不仔細的講 好了 那來講一下 邦 читeler做事情 它就是 假設你有五百萬美金 那 這個 我如果以後 有拿到六萬萬美金 那當然很好 假設你有六百萬美金 然後 然後 這個話 你告訴你說 它有這個 tirar term 它給你 第一個 peeling 是 這個 你要在insample去trade好之後,他會給你outsampleA跟B 由於我們這個final quadrant的dayline是去年的12月12號 所以他希望我們做live trading 就是在12月1號到12月9號的時候來看這個performance 然後以及這個stress test 這個是因為COVID-19所以導致大家損失很多的情況 他希望我們這邊的投資報索率要-15以上 你會覺得-15以上怎麼這麼低 因為你通常大部分的策略在經過COVID-19都會損失很慘 所以他希望你的封控控控制在-15%以上 然後還有一些指標就沒有特別講 然後特別的是outsampleC 這個outsampleC是我在dayline前一天才會公佈 所以你覺得每天在做報告說這幾個都很好 然後outsampleC就不太好 所以這就是老師給機制的這個原因 所以我們就來點一些result吧 我們之後可以發現一些事情 我們result 注意看我們的return 每天sample的return大概在61%以上 是個非常好的形象 然後大部分的return都是整的 我們大概到outsampleC這個很不幸的 我們是這個return都是負的這樣子 所以我們扣掉outsampleC 我們每個的short ratio大概滿高的 那特別可以仔細看的是這個stress test的部分 我們還特別針對2016年2018年 又2020年分別發生三次跟金融有關的危機 跟幾個月去做stress test 然後都會有一些不錯的表現 然後我們來張大一下這兩張圖 一張圖是2017到2021的insample 然後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在這個women搞 就是那天發生的dix發生的金融大事情 所以這個dix成長了一倍 所以導致一件事情就是 這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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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sda翻著跌 然後我們沒有偵測到跌的趨勢 所以我們做reer trading的時候 我們這邊轉移國 然後呢 在2020年的時候呢 這個COVID-19的時候 美國這邊發生大事情 所以這一段期間股市 哇 全部都下跌 然後我們也有漲到這個波動 我們也轉得對的這個波動的情況 那所以 因為這兩個主要情況導致 我們這個insample period 有著很不錯的表現 然後 對 有return due 是一件事都可以去看到 那我們再關注一個 是outsample b period 就是 那這個period 我們這個return是22.48% 那我們還不錯的事情是 就是 就算我們在其他的期況 我們也得到還不錯的結果 對 那這個就是 我 這個project的大槓 對 好 那 在我講最後一個部分之前 有沒有問題 好 那我等QA之後再問好了 好 那 再講這個之前 我來打一下廣告就是 呃 就如果你有聽 有些專門名詞 或者你想要知道選擇權 大概在做什麼的話 有一個叫做 3 trillion dollars equation 然後他就是在講這個 這個return equation 你可以簡單的知道 什麼叫選擇權 然後什麼說 DELTA HG strategy 然後以及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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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這個 這個return equation 導致這個 華爾街思想 發生什麼大變動 這件事情 那這個影片 還蠻貼近給大家看的 對 呃 大概就擠一些時間 就把一些 呃 假設如果你是 呃 不管就是 呃 要怎麼準備 準備這些面詞的東西 好 那麼 呃 以我個人來講 就是我在學 everything strategy 還有我自學的情況之下 我學到這些keyword 那這些keyword 呃 呃 這個我就擺了給大家看 就是 反正大家聞我的Hardpoint 然後你可以去 確認一下 你是不是 你可以去維基版這個查固子 去WitcherGBT 然後你 是不是能夠了解 裡面其中的一個 名詞是什麼 呃 這個我畫保證 因為我女朋友 藝人才工的 然後 然後他跟我們這些都很基本 所以 所以 呃 如果你想要知道一些反應 就是concept的話 你先去看這些東西 好 對 還有 針對了某一些strategy 然後 我要講一下這些strategy 都是針對中長期的 所以 如果你想要成為一個 high frequency trader的話 不好意思 可以拿到這邊 拿到任何知識 因為我對high frequency 一點點解的內容都沒有 但是 這件事人在對於 做中長期的時候 會做的事情 對 那剛剛講的 特別提到選擇權 呃 可能是會應用在 DeltaH or DoubleT&T Arbitrage的部分 對 那 好 再來介紹一下幾本 幾本 就是我在自學的書吧 第一本就是 輕大紀財系 在說延伸性金融商品 或延伸性商品定價的時候 一定會有的一本 就叫John Paul這本書 那John Paul這本書 那John Paul這本書就是有簡單的介紹你什麼叫選擇權期貨的東西 那 那 那 呃 你會覺得這本書難嗎 你就把它當故事書看就好 這本書其實沒有太過難 對 對 我目前看了大概第十張第五章 其實還蠻簡單的 對 然後第二本是 就是 這兩本應該大家 這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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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是講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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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簡單來說就是 我 我給定一個原始的補價 然後我上升 然後給它上升有滑 就已經下降有滑距 那 有些人一定會抗擊這個 那這個model怎麼這麼簡單 我怎麼看這個東西 到後面就知道了 就是 呃 因為這本書有告訴你說 呃 假設在模型過於複雜 也就是說 呃 因為剛剛前面有提到 Dreshold Equation 是界定在我的 Nu跟Sigma是長處 那你要去extend這個model 你用很多種方式 例如說 你的Nu也跟補價有關 Sigma也跟補價有關 然後再來是 但是如果你還要讓它有後悔現象的話 你要用 Student Education 去看的話 那這個又更加複雜 那這個時候你就很難的去用 這個前面提到的這個... 前面提到這個... 這個... 這個簡單來說就是 我得到一些 Stochastic Differential Equation 然後我有一個 Stochastic Differential Equation 我根據一個定義文 連接到一個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去解它 那這個基本上 你只有在非常限制的 Model 情況之下 你才可以做這種事情 那你要做這件事情怎麼辦 那你剛剛講的就是 我做的第三化 所以做的第三化 就是剛剛有所謂的 Binomial 跟 Trinomial 的 Model 然後接下來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所謂的... 你就去做... 所以你剛剛出完模式 它的 simulation 之後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個 這個把你那麼 True Model 因為其實聽說現在業界 還有你再用 你 Interge 可能不是 但是其實聽說現在業界 還有你再用 對 然後這邊就有更... 剛剛講了... 講更部分的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部分就非常出現 它基本上是... 就是台大財工的隨機... 呃...什麼... 隱身隨機什麼的課程 就是... 他們必修的 他們就是要拿這本簽章去... 去做事情 對 所以基本上來說 呃...就是... 呃... 可是... 呃... 我個人經驗 因為我是有曾經 先課過這本書的人 呃... 我不建議直接課這本書 不是因為它數學太難 而是因為 所以如果你直接課這本書的話 你沒有財務直覺 懂得懂嗎 就是... 呃... 呃... 我舉個例子好了 就是... 我曾經先修過研究所的時間區 再... 再修研究所的數理統計 然後再... 然後... 然後你就換... 你... 你會覺得它數學沒有太困難 可是你反正完全統計直覺都沒有 你還是不會統計 懂得懂得懂嗎 就是... 所以你還是建議從最基本的 就是你先知道... 先知道它的直覺 既然說這個直覺在告訴你說 我要怎麼去... 利用... 股票... 去... 運用股票去控制... 選擇權 你知道這些基本概念之後呢 你再去看它你才會比較有感覺 不然... 你可能會覺得說... 不然你可能就... 呃... 這個意思好了 呃... 這邊可能會提到的概念 叫風險中益測度 那你就會覺得風險中益測度 這邊有個測戶轉合簡單啊 就讓你扣點的Reative 反正十遍都學到了啊 可是... 可是... 你再沒有看這本兩者書之前 你會告訴... 你會告訴自己一個問題 為什麼要挖托Reative 這個測度轉換到底是... 直覺上... 為什麼我要做測度轉換 為什麼我要在... 我要在風險中益測度之下去 算學者全價格 你會發覺... 你去... 呃... 當然你可以... 自己行間找到答案 可是呢... 你可以在這幾篇... 這幾本書去找到... 剛剛講過什麼... 要用風險中益測度去... 刻畫 所以... 這個是我個人的一個... 心得 好... 那這邊... 如果這個蛋塊... 就是... 這邊有一個... 151的... training strategy 那這本... 這本... 它是非常advanced的 它就是告訴你... 我問什麼話... 什麼方法... 然後就列個公式... 然後... 這個公式沒有理由... 完全不知道... 所以就是... 這個建議是... 你比較親接的人去看的... 然後... 這邊... 誠意一定都要... 會去... 然後告訴你... 去... 去... 怎麼做... 然後這本... 我覺得也還不錯... 這本就是... 基本上來說... 如果你想要... 從Python 去了解... 然後... 然後... 我來簡介一下... 俗處有博士般的... 要處啊... 就是... 呃... 簡單來說... 吹音... 吹音工資會有兩個部門... 一個叫... 又叫... Trader... Trader是做什麼事情... 吹的就是... 我就是... 因為他真的... 直接給他做交易... 之類的... 可是呢... 可是呢... 假設你... 不是像... 可是你也知道... 你Trading... 你有賺... 有朋友... 你賺的話... 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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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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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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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腐致的... 為什麼公司會有... 這樣極致的原因是因為... 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的角色最好嘛... 你自己都... 自己都... 花如此多請... firstly... 所以每個人都會對一些決策會有壞意思 所以他們大部分的training first 就會用一個complete trader跟researcher 就等於說researcher想把他去 盡理好自己的模型 這些各種柱子類的東西 然後你想要把這張trader去trade 誒我的比較好 我的比較好 誒你的什麼 哪有什麼比較改進啊 兩邊中間之間做條量 真正做的事情去trade 那因為我的個性 我每次看那個badcasting 那個ISTI 就是這個信仰就會很慌 所以我覺得我還是做researcher 比較好好的 然後你要發明這件事情 我這邊舉幾個例子 其實很多確定在不人上 你去看他的intern 他的intern 他要什麼 PhD in Stanfield 所以他完全任何economic成績都沒有 然後 The PhD candidate in math Physics EE就是-DCS 你有沒有發覺 什麼跟台灣的待遇參與主 你有沒有看到台灣 台灣就直接寫說 我優先收數學信用 好像比較少吧 對不對 所以你就要發覺 這個在 如果你在美國念PG的事情 有個好處 就是如果你去找有些工作的話 他們可能會優先會收這些人 這個在台灣 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環境 然後你看他告訴你什麼 你要strong background of competitive math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對 然後你看 這個 他告訴你說 strong knowledge of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然後他給了一個example 幾乎都不是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什麼 什麼信 learning啊 time series analysis 這個是統計研所的研究課程 Pattern recognition Webblows NLP 不要問我們這個 這個Webblows 所以Webblows這公司很殘 他告訴你你要很強 滑壁跟神經理都後面擺的 全部都是 你要知道這個 你常知道後面 對不對 所以就是 結錄這三家 反正就是 我之後可能會嘗試做投入 投個intern看看 對不對 好 OK 那假設如果你未來要跟我一樣想要走的話 那 呃 我有問過這個第一業人 他就直接說去看GreenBook吧 我想問他怎麼是GreenBook 然後我們上查 還真的就是去看GreenBook 因為他 因為他 布就是綠色的 然後他就是去告訴你一些 就是 你裡面要準備哪 哪些東西 基本上不妨就是 機率等 機率為積分先進代數 然後還有 隨機為積分 可是我覺得隨機為積分 你如果不是 基本上如果你是做 專門做trading by side的 就是 你想要去 而你不是要設計 你也曾經用商品的話 我覺得就不用隨機為積分 然後這一本 這一本也是問很多這種問題 對 然後呢 然後Dcode Dcode 我忘記放一個 就是 在trading firms裡面 大概有33-37%的人 是使用Python 所以 Python在金融業界 是比較熱門的 呃 對 所以 如果人家想要是 原本是沒了 然後就抱歉 然後學一下Python 好 OK 那 這邊先稍微擺一下這個 這個 數據有關的問題 對 那 不要忘記了 如果你要進finance company 講難一點點 主會是一個一點點 都沒有 因為他希望你 擁有一點點code 然後為什麼擺finance呢 就是 這個也是很好玩的事情 我那時候就問那個 DBA的教授說 呃 這個 因為我就說 呃 你Python也是從數據出來的嘛 我就說 呃 你在爭的時候 會看你有沒有反應修規光的嗎 然後他就告訴我這件事情 喔 那個網站上面說 不孝反應修規光 其實是個政治正確的說法 對 所以你懂 所以他懂 所以這樣懂意思嗎 就是 網站上說 不孝反應修規光 這個是政治正確的說法 所以 可以 懂我歷史的 好 所以 所以簡單來說 這些反應修規光 還是需要稍微一些啦 對 然後 最後就把一些 呃 這裏面 這Red Book 跟Green Book 曾經出現過的這些 呃 講難聽的這些 前面我還會啦 後面 我已經開開會了 所以我們自己要加油 然後這邊是其中幾個練習 就是 他是節目曾經面試過的問題 所以 這個可 因為這個作者是說 他重 就是 就是 他收集曾經面試過的問題 所以其實 你看 例如說 你去做這個基本 你還是要知道這個 這個Eton的積分是什麼東西 或者他可能會直接問你一些 Bronium Motion到底是什麼 的一些特殊的問題 以及 你做DeltaHedging Strategy的話 你能夠得到的 這個 這個 的Eton Process 到底是解決什麼 對 好 OK 這就是我的一些Reference 還有我的一些 剛剛講的 有一些 如果是免費下載的PDF 我都有放在這個 範圍裡面 對 就是那個 連結裡面 所以大家可以回去看 好 OK 再來就是 QA時間之前 我們要緬懷一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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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西門 對 他也是一個厲害的數學家 後來他創的Reference 然後還不幸的 在一兩個月前過世了 對 然後我們還要懷念這個 對 對 所以我們 在鳴音界裡面 這很 是 對 他是我們鳴音界裡面 很重要的伙伴 他這隻狗也過世了 對 所以我們 我想利用這次的演講 來緬懷這兩位 好 好 那就看有什麼QA時間吧 好 有問題嗎 OK 怎麼了 嗨 博英 你好 你就是是我 我想請問就是 你是否同時在進行多個研究 如果研究卡關的話 你會怎麼辦 呃 再次問題嗎 Go 就是你有沒有同時在進行很多個研究 就是同時在研究的物體 多個研究 對 然後如果你 比如說某個問題做一做 做到卡關的 然後可能卡很久 然後大家都卡很久怎麼辦 如果你說包含這個 有包含這個 包含這個課 因為我們這個project還是持續 有包含這個嗎 都 都有 好 那 那 那 就是 你可以同時交換 例如說 你去做這個 然後你發言一匹錢 你每次跑Petex 然後等練 發言一匹錢又很開心的時候 你就可以做研究 然後做研究卡住的時候 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痾 靜下心來 希望我們很靜下心來 這個靜下心來要怎麼做呢 就是你真的就是要 痾 痾 找一個適當的環境 我們適當的環境就是說 假設你在家裡很容易睡覺 那你就不要在家裡做研究 雖然家裡環境很舒適 那你就把你 就做來一個研究室 然後 因為我們研究室是半開放空間 然後我後面就擺一個白板 然後擋在裡面 然後讓自己專心的去做研究 對對對 然後 然後卡住你就會覺得很難過 對 那沒關係你就繼續做 那如果你發覺卡 不然卡太久 然後你覺得很難過的話 那 可能就跟我一樣 那可能覺得自己不適合做數據研究 那沒關係 就是 就是 還是有其他條路可以走 對對對 對對對 這個答案很殘酷 但是 我覺得挺過去的真的很厲害 但是我覺得 你要說問我怎麼挺過去 我實在不知道 因為 因為我目前也在卡關 對不對 對對對 我目前看也看不懂 對 然後這Papers有26E 那我還是看不懂 26E 對對對 好 呃 不然 老師先好了 你試過 我有一個 修成的 呃 在Papers家當時沒試過 沒試過 因為小波好像也可以 對 對對對 因為其實有小波被子的 所以 理論上 應該是可以 但因為 因為很不幸的事情 就是 呃我講一下這個code 就不來好了 因為Mandate不開圓 因為Mandate不開圓 所以 我們做的東西之後 我們常常查有沒有人開圓 喔太好了有人開圓 然後 就全部都是沒力打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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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問題是開圓裡面呢 我找到一個是 這個 胡華麗老師以前 學生寫的 然後 這個是裡面最快的 因為你要知道這個Papers 我們會有所謂的 算的限制 算的限制 然後所以你算限制 情況這樣找到 然後我們就只找到 修成的 對對對 對對對 這是我們自主無能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做 我也會在Base 因為我們光朝 因為 因為這個首課要開很久 對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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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 這個首課加 呃 我講我頂 我頂他一天是給Bug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當然有券疑的方式 但是我還是幫他一天幾Bug 然後終於把Bug 就出來 對 所以抱歉 如果 你們要 當然我會想試試看 對 但是就 目前Python沒有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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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了也不開 對 好 好 那 我想問就是 一樣就是 Showtime Grid 演算碼 能不能 對 可是他 比率跟 10座會有落差 因為 電腦 畢竟是算 然後 然後 如果剛學長的頭一個就是 裡面那個演算碼 都負不顯大 因為電腦應該也不會 不可能用負不顯大 哦 好好好 好問題 10座的話 我先可以看一下這個 號碼 10座的話 這個 這邊10座其實是當如果 絕對值小於一個 這個絕對值大於一個 Epsilon 然後我記得這個Epsilon 10的負6還負7王節 所以在這個絕對值 在10的負6 10的負7的底下 你看這個機器都沒有負窮大 對不對 因為我這Discreet是用加的嘛 所以如果在這個絕對值 小於10的負6 10的負7釋放的時候 我這邊在說上的時候 我這邊就不加就好 這樣有懂意思嗎 因為這個是負窮大 假設這個是負窮大的情況之下 你這個是負窮 你 因為他的G alpha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嘛 所以他到負窮大的時候 他這個是0的 所以你再去說上的情況之下 他加了直0 對 所以在做code的時候 就是 就 我只加這個絕對值得 大於是比較好 那不然我問一個好了 Trading strategy 你剛剛有個簡單的路 什麼時候買進 什麼時候進 對 那你的倉位呢 你怎麼選倉位 倉位 你要買路上 喔 我們那個喔 我們就還蠻透露 我們都是只選那個 我們所 就是他幫我設定好 就是 我拿全部錢的30% 所以就是 固定比例 你Portfolio比例的 所以做起來會是 Modefifty 直速性增長 你說哪一個 按照你這個 設計方式 理論上 你的Price會直速性增長 呃 如果你的策略是 對啦 如果策略對的話 就是這樣 那很可惜的 策略應該不會有 再來是你的Feature 只為那個index的 只為那個index的值嗎 呃 對 那當然我們後來有改其他index 就是 因為 因為後來發覺追蹤歷史的 又有可能 VSX更是有 對我們那個時候 延伸的時候 也有用VSX去傳 然後附近還在傳 那你們那個Batex的那個 你剛說一開始 是Batex的平台嗎 對 它有其他Micostructure的Fiction 呃 你說的Micostructure有這個意思 有交易量啊 呃有 會喔 會有交易量 然後你的 呃 你的 呃 我 還是我直接 直接秀給你看 好 我主要的問題是 你的演算法裡面 有沒有位除了index之外的Fiction 莫妹喔 但是 這個Batex好處就是 他會給你很多 就是例如說 你的Alphas跟Metase 他也會給你 然後你的Sharp Ratio 會給你 就是他很多東西都幫你算 直接他給你 那 那那個Batex是他裡面內建的 還是你覺得 呃 Batex是我們拿Five 然後去做 呃 應該是補天台七天 我忘記了 對他做這個realizedBatex 所以是realizedBatex 對對對 那 那 我覺得這問題會很好 以外 然後我們要補充點就是 我覺得我們這邊 這邊策略的 的 的不好的地方 因為這個時候也是我女朋友有提到的 因為他認為 他認為 他認為 因為Vix 如果是realizedBatex 他的計算的公式 應該是根據 派博的TD去算 所以 所以他認為 或許我們用realizedBatex 可能不那麼準 那我 我也同意這點 就是因為 進去我們有些 沒有偵測的非常好 然後再加上裡面看到 在後來六月期間 我們其實 呃 雖然是highest的 highest的 這個return 但是我們return其實不高 對啦 那這一點的話 我覺得是我們需要改進的地方 那如果 沒有其他問題的話 我們謝謝今天的獎者 謝謝